很久沒有來跟大家分享了有關於Mac打造自動化機器人的這種教學 那今天這個教學也是有一個網友提出的 今天我們主要來打造的就是透過Mac這樣自動化流程 每天透過AI自動產生一個單字的內容以及它的發音 到你的Line裡面去讓你每天自動就接收到一個單字卡 以及這個單字的發音喔 這個要怎麼做呢?往下來看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就有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今天我們主要來打造就是用Mac加上Line來做一個英文學習單字的機器人 雖然這樣的功能其實你到Chat GT裡面 利用排程的這個功能 就可以每天在你設定的這個時間點發送英文學習單字的內容給你 只不過呢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習慣的每天會自主的去打開Chat去學習英文單字 相較於主動發送這些內容到你的Line來說的話呢 當然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比較慣用Line去接收到訊息吧 那我們今天往下的這個教學呢用到Mac的這個功能啊或是需要使用到的這個額度啊 都是免費帳號就可以達成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放輕的往下去使用喔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做出來的一個範例 那我們今天目標呢就是讓Mac呢透過自動化流程讓AI每天提供一組 你想要學習相關類別的這種英文單字 然後包括這個英文單字的念法給你 所以就會像這樣子 有一個單字然後可以可以音標長什麼樣子 音音說明 音中說明 再來呢會給你一句這個英文的例句 以及這個例句的這個翻譯給你 然後加上英文單字的正確念法是怎麼樣子 那就透過那種方式每天傳送一組給你 好今天就要來教大家要怎麼打造出像這樣的Line的自動的機器人 好首先第一個步驟當然我們就是要先到Line去創建一個官方帳號 以及在開發者帳號去進行連結 好之前如果你已經有看過一些Mac相關教學的話 這些步驟應該已經非常的熟悉了 今天我們將會帶大家呢從零開始去建立一個官方帳號 然後重新來打造這個學習英文單字的Nine自動機器人 第一個步驟呢我們先到Nine的開發者網站這邊來 然後呢登錄你的Nine的帳號之後 右上角就可以點擊Consult進去 進來之後呢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新的Providers 可以點這個Create建立一個新的 然後Provider這個名稱呢你可以建立一個你自己好記的 比如說我可以打英文學習然後按建立 建立成功之後呢預設這邊都會是空的 我們可以先點這個Create a Message API Channel點進去 好這邊呢會需要連結一個官方帳號 但因為我們這個是用來學習英文單字專用的嘛 那我們基本上不太會去連結我們既有的官方帳號 所以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新的 建立的時候這邊一樣帳號名稱啊 Email啊公司名稱業種大小分類呢 這可以大家自己去選擇 輸入完之後我們就按下確定 然後往下呢這個可以不要勾選 然後按下完成 好這樣就建立完成了 就可以進到這個管理的畫面 這邊呢會有兩個同意 點選兩次就可以完成 第一次建立完官方帳號呢 這個可以直接把它關閉掉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讓官方帳號 跟我們剛剛建立的這個Night開發者的provider 去進行連結 這時候我們可以先點擊上方這個聊天 預設是關閉的 我們先把它打開 然後我們要跟我們的開發者帳號去做連結 所以我們要開啟Messaging API的設定畫面 然後啟用Messaging API 點了之後呢這邊就可以去選擇 我們剛剛建立的那個provider的名稱 然後按下同意 這邊呢直接確定就好 然後按下確定 好這樣就連結完成了 這邊就會有一個webhook網址可以去填寫 好這個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去填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回到我們的Night開發者帳號這邊來 我們可以點擊我們剛剛建立的這個provider 這時候右邊呢就會出現 我們剛剛建立的這個Night官方帳號 我們可以點擊進去 然後切換到Messaging API 然後往下拉到底 這邊呢需要產生一組channel access token 我們按下issue 然後產生 產生完之後就先放著 我們接下來就要到Mac這邊自動化去進行操作 大家進到Mac這個網站註冊 然後登錄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 首先我們可以先來建立一個Mac的AI agent 我們可以點擊左邊的這個AI agent beta這個功能 點擊之後在這邊建立一個agent 然後點擊建立一個連結 這邊connection type呢我們可以選擇 Max AI provider 這個connection name你可以打一個自己好記的 比如說像我們這是英文學習用的嘛 就把它打英文學習 然後按下儲存 再來agent name這個呢就一樣填寫你自己好記的 然後往下這個模型你可以選擇第一個就好 small這一個 再來是系統的指令要給它什麼呢 這個部分呢我會在資訊欄給一個基礎的範本給大家 那主要要修改的部分呢有兩個 第一個呢是你想要它提供你跟什麼有關的單字 像我這邊是用旅遊來做範例 你只要把旅遊這兩個是改掉改成其他的 比如說跟生活有關的 跟科技有關的 跟國家有關的 或是跟文化有關的 你就可以自己去修改一下 然後再往下呢有些輸出規則 大家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去修改 但主要要修改呢 應該就是這個符合什麼英文程度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英文程度 是大概到什麼程度 這個部分你可以去網路上去搜尋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白話文直接告訴他 你就是一個英文新手 那他呢就會給你比較簡單的這種單字 好修改完之後沒問題你就把它按儲存 好這樣AI agent的部分呢就基本設定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建立場景 我們可以點擊左邊的scenarios 好同樣的呢我們要點擊右上角 建立一個scenarios 好我們建立的第一個scenarios呢 主要用途就是要來取得 我們自己的user id 因為呢每日發送英文單字給你 它並不是一個一問一答 它是透過push的方式 直接推送一個訊息給你 所以我們要先取得我們自己的user id 就是對這個官方帳號來講 我們的user id是什麼 那我們要取得它 我們才能發送訊息 所以我們可以先新增一個webhook連結 點擊webhook這個模組之後 我們可以選擇custom webhook 然後建立一個webhook 這邊呢什麼都不用動 你直接按儲存就好 就會取得一組webhook的連結 然後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回到了我們剛的line官方帳號這邊來 不是有一個webhook網址的欄位嗎 我們就把它貼上來按儲存 接下來我們到line的開發者帳號這邊來 重新整理頁面 在你自己provider這邊重新整理頁面 重新整理完之後呢 一樣就在message API這個分頁 然後往下拉 這邊就會多出一個use webhook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 往下這個也把它打開 勾選啟用 好這樣就沒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Mac這邊來 把它按儲存 然後這邊按run once 先啟動一次 然後我們就可以對我們剛剛建立的 那個line的官方帳號呢 隨便發送一個訊息給他 這邊呢就會看到有收到訊息了 那你要確認一下 有收到這樣這個設定才是正常的 那如果沒有收到的話 你可能往回頭看一下是不是漏了什麼步驟 那如果有收到訊息之後呢 這個呢你可以把它點開 點這個右上角這個小圈圈 然後這個even把它點開 一一把它點開 Source 這邊把它點開 好這邊就看到 Type User 然後這邊有User ID 好這個呢等下再來複製 我們等一下稍後晚點會用到 好這個頁面呢 我們就先把它留著 等一下我們要回頭來複製這個User ID 這時候我們可以再去建立一個新的scenario 好我們這次建立的這個scenario呢 才是真正的主軸 好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要選用什麼模組呢 就是由我們剛建立的Mac的AI Agent 你可以用Mac去搜尋 然後找到Mac AI Agent 然後選擇Run and Agent 好這邊第一個呢 Agent呢就可以選擇你剛建立的那個AI Agent的名稱 好這邊往下的所有的內容都不用填寫 直接按下儲存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先儲存一下 然後我們按一下Run once 我們可以看一下像這樣的 AI Agent 目前會跑出什麼樣內容來 好我們直接看它的這個Output 這個都可以去看一下 點擊右上角圈圈 都可以看到這個輸出跟輸入的內容 好輸入內容呢就是我們剛給它的指令 好輸出呢就可以從Response這邊看到 你可以看到呢這邊就是Response 這個提供一個單字給你 然後音音說明 音中說明 英文例句跟中文翻譯 我們這樣呢就取得一個 單字卡的英文學習的內容 好所以呢其實我們要取得一個 英文學習單字卡的內容 其實蠻簡單的 如果你不需要這個單字實際的發音念法的話呢 其實你這個下一個步驟呢 就可以直接接Nine 直接把它發送到你的Nine這邊去 那你就可以每天收到這個單字卡的部分 當然還是需要設定時間啦 這個我們後面也會再講 好輸出都沒有問題之後呢 就代表你這個AI Agent的部分呢 是設定沒有問題的 好接下來要教大家呢 要怎麼去加入語音的部分 也就是呢這個單字的實際的念法 要怎麼去加入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在後面加入一層 這邊直接搜尋模組 Text Factor 直接搜尋這個 然後選它 然後我們要使用裡面的這個Match Pattern 然後我們一樣點擊這個Match Pattern 好就可以打開這個模組來使用 這個模組呢 我們主要是用來取出前面 AI Agent 產出的這個學習單字的這個內容 那我們可以把裡面的單字 單純把它取出來 那你還記得我們剛剛的格式呢 其實單字就是在Word的後面 那我們給它一個萬用字源 然後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這個部分我都會提供在資訊欄 讓大家可以去貼上使用 好再來往下這邊都不用去選擇 直接在Text這邊呢 去點選前一層的這個Response 把這個前面的Response 把它加進來到Test這邊來 然後按下儲存 這次呢我們可以再測試一下 我們直接點擊Run once 那出現這個呢不用管它 我們就直接執行就對了 好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層的輸出有沒有正常 我們直接看Output這邊 有沒有它直接幫我把這個 單字的部分取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前一層的 Response的這個單字 是這一個 你看它幫我把Word的後面這個單字 然後取出來在後面這邊了 所以呢這個輸出呢就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要往下呢 把它取得這個單字呢 把它變成音檔 我們就可以來新增一層 這時候我們打HTTP 然後我們這次要使用的是Gate a File 這邊最後只有一個欄位要填寫是URL 然後URL要填寫什麼呢 這邊一樣會給大家一行內容 那一樣在資訊欄可以找到 我們把它貼上來之後 這邊有個單字兩個字 我們把它改一下 把它刪掉 這Q等於然後前一層的這個單字 把它弄上來貼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學習的不是英文單字的話 後面這個TL等於EN 這個EN 大家自己去修改一下 假設如果你是日文的話 你就改成JP 如果是韓文就改成KR 這個呢其實我們是直接使用Google 翻譯的這個網站 然後直接把它變成語音的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免費取得這個語音檔 不需要再去串接其他的服務 好這邊設定完之後我們就按下儲存 透過Google取得這個語音內容之後呢 我們還是沒辦法直接上傳到LINE 因為它是一個DATA資料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取得的這個檔案內容呢 再把它上傳到某個網站 變成音檔之後 才能傳送到你的LINE 變成語音來輸出 所以這邊我們要再加一層HTTP 這次呢我們要選擇的是MAKE A REQUEST 這一個 URL部分呢一樣會在資訊欄提供給大家 然後直接把它貼上去就好 好再往下這個格式呢 我們把它選POST 因為我們是要發送檔案出去 BodyType選最下面這一個 然後再往下有一個FaceResponse 這個把它選YES 好這個呢點擊一個AID ITEM 欄位的Type 我們要選擇檔案File 然後Key的部分就輸入File就好 就是檔案的部分 再來我們要上傳的檔案資料是什麼呢 我們不要直接選擇前一層 我們選擇MAP 然後DATA的部分 自己去選擇前一層的這個DATA 然後FileRAM呢 我建議大家就使用一樣就好 我們就讓它固定EN.mp3 好這邊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按下儲存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來確認一下 一樣點擊一下RUN ONES 好確定呢 這個跑出來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 最後一層輸出的結果 好我們直接看OUTPUT的部分 這邊呢我們點開DATA 再點開 然後確認一下 你看這邊就獲得一個 MP3的這個網址 到這邊呢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下來修改一下這個網址 要怎麼去修改呢 我們要在後面呢再加一層 我們直接搜尋REPRESS 就會找到REPRESS這個取代的模組 我們要填入的欄位有幾個 第一個呢是原本的字串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這個內容貼上去 就是沒有HTTPS的這個上傳檔案的網站 再來新的字串要取代成什麼呢 我們要把原本的字串是沒有HTTPS的 改成HTTPS 這樣LINE的部分呢 他才能夠接收到這個檔案 好然後面呢要再加上DL斜線 這樣才會是真的MP3的下載的連結 好這邊沒有問題 就往下最後一個TEST的部分呢 我們是要找到哪一個字串 來去做修改呢 就是前一層的DATA 這個URL 你看我們剛剛這個URL 產生出來是沒有HTTPS的 那後面也沒有DL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修改一下這個字串 好把這個URL呢點一下 加到下面TEXT來 然後按下儲存 這時候我們再按一下RUNWISE來測試一下 這個呢出現這種錯誤呢 不用管它 就直接按RUN ANYWAY就好了 確定呢都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點擊一下這個結果輸出 來看一下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幫我們改好了 HTTPS 然後這邊有加DL的 好為什麼會這樣改呢 因為這樣呢 才會變成實際可以下載MP3的連結 再來我們可以進入到最後一層呢 就是我們要發送到LINE 我們直接新增一個模組 然後直接搜尋LINE 然後點擊Show More 這邊呢可以找到 Send a push message 是Push喔不是Reply 我們以往都是 透過我們去問AI 然後得到答案 所以會需要用Reply 但是我們這次是主動式的去發送訊息 所以我們是用Send a push message 然後一樣建立連結 Channel access token 回到我們的開發者帳號這邊來 剛剛我們在最下面這邊 有產生的Channel access token 就在這邊要用到 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回到Mac這邊來呢 我們把它貼上去 建立成功之後 我們這邊有個Tool要填寫 這個Tool呢就是User ID 要傳送給誰 我們剛剛前面的不是有建立一個Webhook 然後去取得這個User ID 就是這個時候要用到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把User ID貼上來 然後再來訊息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傳送兩個部分 一個呢是產生出來的單字卡 所以我們點擊add item之後呢 先第一個是Type是Text 然後Text的內容呢 我們可以點擊最前面 AI所產生的這個Response 點這個進來 再來我們再點擊add item 新增第二個 就是這個單字的唸法 我們剛剛中間做了這個 Type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選擇Audio 然後這邊有一個UR要填寫 就是我們剛剛前一層 最後修改出來的這個網址 Text的這個 點擊把它加進來 至於音檔的長度呢 因為它這邊一定得設定 那我會建議大家 一般單字唸出來的時間不會超過2秒 我會建議你就可以直接打個2就好 它就會產生一個2秒的音檔 那這個單字呢 就在這個2秒裡面 你一定聽得到它是怎麼唸的 我們就輸入2就好 以防萬一這個單字可能有些太長 或是你要學習那個語言呢 可能這個單字真的很長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增加這個秒數來調整就好 這邊你就確認一下 第一個訊息是Response 就是AI那邊提供的學習單字卡的內容 第二個呢就是Audio 然後是上一層輸出的這個網址 然後會直接上傳音檔上來 沒問題我們就可以按下儲存 然後我們這邊按Run once來測試看看 好全部都沒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英文學習 單字機器人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 有沒有這邊就正確的取得了一個 單字卡的內容 另外呢會發送這個單字的發音給你 你就可以按播放 那就可以聽這個是怎麼發音的 好一切就緒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在這個部分 好一切就緒之後呢 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設定 你每天在什麼時間點想要收到單字 我們就可以點擊第一個模組的 這個左下角這個時鐘 點擊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 我們要什麼時間來發送 比如說我們點擊Everyday 好每天的什麼時間點 比如說早上8點好了 設定好時間我們就可以再按下儲存 好這邊就直接按啟動這個scenario 好這麼一來呢 之後每天早上8點就會發送一個單字卡 加這個單字的語音念法給你 好記得呢你在整個設定完之後 一定要按一下這個儲存 確保你的所有設定都有儲存進去 好這樣執行才不會有問題 好這樣呢 我們就基本打造完一個 Nine的英文學習單字的機器人了 非常的簡單 不過呢這個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會有一個問題呢 如果當你每天一直產生這個單字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呢 這個單字是不是有可能會重複呢 比如說你看我這邊一直持續按Round once的話 你看這邊在產生的這個單字 已經是重複了 我剛剛第一個這個單字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這個英文單字會有重複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在下禮拜的會員頻道的內容裡面 我會教大家呢 要怎麼讓AI去排除 已經產生過了英文單字 如果你對這個耐雷機器人完整版有興趣的話呢 在資訊欄下方都有這個加入會員頻道這個連結 我們這個下禮拜呢就會教大家呢 怎麼讓AI去判斷 已經有產生過的這個單字的部分 確保呢 每天發送出來的英文單字呢 是不會重複的喔 看完上面的教學之後 你也打造出自己的學習單字的機器人了嗎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麼每天去發送不重複的單字這個功能 要怎麼去做出來的話呢 就關注一下下週的會員頻道內容囉 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這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啦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喔 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